阿杠大谈过虎妈的孩子日常学习时间表了吗 我已经谈过啦 我说那个很正常啊 你不知道他四容四凤的情况下怎么样 你要去强迫他学习 像我的小孩子 我没有强迫他学习 他就是天天看平板 天天看抖音 天天看YT 那你觉得他看那东西会对他人生有什么进步吗 不会啊 只会我信你个鬼什么柯木山 那对人生不会有什么帮助啊 他每晚都看两到三小时那个弹仔派对的攻略啊 别人怎么过关啊 那对你的人生会有什么帮助吗 不会啊 那你怎么不拿这些东西去学习呢 所以那个虎爸虎妈我们知道他的交法绝对是对的 只是还是要考量到说你的小孩的学习的压力嘛 你不要让他压力过爆炸嘛 这个很重要 日前台北市一对国小兄妹 行程被家长排满满估算每天仅6.5小时能睡 连吃饭 写作业都要在通勤路上完成 事件引发网友正反讨论 对此知名实况主 亚洲统神 张家航 近日也透过直播分享自己对于此事的看法 小孩子生出来 你不知道他是容是凤的情况下怎么样 你要去强迫他学习 像我的小孩子 我没有强迫他学习 他就是天天看平板 天天看抖音 天天看YT 那你觉得他看那些东西会对他人生有什么进步吗 不会啊 我信你个鬼什么科目三 那对人生不会有什么帮助啊 他每晚都看两到三小时那个弹仔派对的攻略啊 别人怎么过关啊 那对你的人生会有什么帮助吗 不会啊 那你怎么不拿这些东西去学习呢 所以那个虎爸虎妈我们知道他的教法绝对是对的 只是还是要考量到说你的小孩的学习的压力嘛 你不要让他压力过爆炸嘛 这个很重要 压力过爆炸他可能变症结嘛 那就不行了 因为我听到虎爸我妈他们好像一个说 在迪化街什么有房子嘛 一栋八千万还一亿嘛 那他妈妈也是好像明星吧还是什么 反正收入也OK啊 我觉得他们的教育是完全没问题的 不是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如果你的财政允许的话 就如果说你今天补习 你觉得说那个钱是小钱 对来说根本无伤大雅的话 那你就花这个钱 如果小孩愿意的话你就让他去念嘛 如果小孩不愿意的话 你可以给他一些压力嘛 就是跟他交换一些条件嘛 对不对 这样林一三就跟小孩交换条件啦 你今天如果说 小孩真的对学习有兴趣 小孩真的想要什么进步的话 小三小四小五小六 甚至他自己学都可以啦 我不是跟你们讲过我那姿子的故事吗 我那个大姿子 从小到大没补习啊 他妈妈陪着他念书啊 实验中学全校前三名啊 实验中学是全新族最好的学校啊 真的有心的不用补习 坐下来自己看就行了 欸阿航 你好梦里逃出丽言的魔爪 你都说那种教育会让你成为正洁的 你怎么还会认可乎吗 啊没有啦 所以我才说 你最重要的是你要尊重小孩嘛 如果小孩真的不要补 那你就不要让他补啊 可是他爸妈的教育方针 绝对不是错的 因为我现在小孩的教育方针 实际是错的 我自己也很清楚啊 可是因为你今天小孩 你不逼着他念书 他就不会念了 他就是天天YT 天天抖音 天天XX的打电动啊 天天玩手机啊 那东西对人生是不可能有任何帮助的啊 所以确实要给他压力啊 只是我想说 我现在小孩还小 我觉得XX快乐比较重要啊 等到XX小五小六国中开始 压力来的时候 他就会承担啊 你小时候也是爱玩电动啊 陌生人读武林之后也是啃老啊 那橙橙爱打电动你也不能管他 对啊 你讲的没错啊 我不会怪谁啊 你有看我怪过谁吗 你有看我怪过谁吗 说哦 我爸妈以前不让我补习啊 让我是个废物吗 如果我开台有讲这句话我去死好不好 不会啦 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妈都一直强迫我补习 强迫我学习啊 强迫我考好的学校 啊我自己要打电动脑 我自己清楚啊 所以我不会怪任何人啊 那我就跟你讲 我现在开实况啊 我赚到钱啊 没关系啊 没有开实况 我是个鲁蛇那也没差啊 对不对 一样可以赚钱啊 跟你们大家讲啊 真的有的时候 真的一定要尊重自己的小孩了 不然到时候也是很难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